今年是第一次的惠道簡介會 今天又開始了 大家可以見到一如過往 一些固定收益包括債券和貨幣市場 仍然是一些領先的資產類別 雖然固定收益仍然是領先的資產類別 但是市場其實開始對一些股票的興趣增加了 過去一年 美股市場累計的資金流入 其實是高達1680億美元 股票市場的資金有七成都流入了去美股市場 投入去股票市場的資金 其實一直在ETF上面是一個正流入 但是相反大家看到主動型的資產 雖然同樣是投入去股票市場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一個正流出的 第一我們很直接參考了標普 他有一個研究報告說了 其實二十幾年來 在美國的主動型基金裏面 只有70%可以跑贏 即是S&P500 主動型基金的整體的回報 平均回報 是比相關的指數做得差的 如果市面上有這麼多資金 其實都希望去參與一些比較大的市場 一些比較成熟的市場 其實在這個被動型的投資裏面 有它可以帶來的一些優點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可以在我們恆生投資的 即是產品的選擇上面 是可以做得更加多和更加好的 我們將會在四月尾 我們就會列出一隻 恆生標普500指數ETF 即是我們分開了有港元的櫃台 以及美元的櫃台 透過我們這個標普500指數的ETF 來去買賣那種市場的話 就可以在香港開市的時段 以港元或者美元投資在美股 在恆生投資那裡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都是很專注 去提供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資的選項 其實就是說如果在ETF裡面 我們加上恆生標普500指數ETF 我們一共有10隻ETF 就是可以給投資者去選擇 我們將來也會朝著這個方向 繼續豐富我們這個產品線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提供到 很多不同的工具 讓客人去按照他們自己 天號的位納和大市 即是不同市場 即是他們希望追蹤的項目 來做一個自己個人化的投資組合 資訊文化 作詞文化